一旦相信吗 这种空调制冷机的罐子 仅仅经过简单的加工后 就能变身成为一个家用的发电机 而且这个发电机不仅每月能给家里节约大量的电费 关键是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从这个制冷机罐解出来 这样两个高度不一的圆环 把它们放置在一块铁皮的上面 用笔沿着它们的边缘画出轮廓后 切割出来两个直径一样的圆形铁片 现在把这两个铁片与圆环进行焊接固定 使它们形成这样的两个圆形凹槽 随后取来一块尺寸相当的砂轮片 把它放置到凹槽的中心 并用笔在它的中心位置画出记号 之后沿着记号的位置 给它开出来一个大小合适的孔位 接着找来一个两角器 在另一个凹槽的背面 给它画出三个尺寸一致的扇形固案 然后利用一个卡尺 在三根线的适当位置 同样给它标出记号 下一步是找来一些螺杆 把它们放置到记号的位置上方 然后用电焊机焊接固定起来 固定好之后找来一个 从费斗电机里面拆出来的转子 用这个轴承拔轮器 把这个转子上的两个轴承 给它拆卸下来 接下来这个转子上的转轴 也是我们需要用到的部件 把转子固定起来后 给角膜机对着转轴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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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机的背部 还要再安装上一个导流板 到这里 整个风力发电机 就已经制作完毕了 现在靠着这自然风的吹动之下 发电机的山页 就能够不停的转动 为我们提供 源源不断的免费电量使用 这样一款发电机 无论是用来给电瓶充电 做储备电量 还是带动一些日常的小家电 都是毫无压力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制作 可以给视频点个赞 把视频收藏一下 同时也别忘了给小编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